台南美術二館怎麼拍呢 走 欸 小豬等一下 我們要先去吃東西 我們不是要拍照嗎 什麼意思 去哪裡是 附近走一下 好 這裡嗎 好 這邊走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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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哪 老公想要一個碗粿內用 謝謝 哇 小豬有吃過碗粿嗎 有 台南人一定要吃碗粿啊 哇 碗粿是我的早餐耶 是嗎 肉掌碗粿 還有 米哥 我想起來 肉麵 這間是你推薦的嗎 其實我小時候比較常吃那個副聖號碗粿 看來吃看這一間 但阿全其實也蠻有名的 他以前在那個 油愛市場裡頭 然後我剛剛有小查一下他的Google評分 評分很高耶 評分很高 還蠻高的 可以 是喔 嗯 台南花粿跟外地不一樣 你知道差在哪裡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料嗎 不是不是 是他有加那個肉吧 肉吧的汁 對 所以它是黑碗粿 黑碗粿 外地的是白的 我們是比較深色的 那你吃看看 好 很彈耶 吃一口 嗯 味道光光光 不會太鹹 其實我小時候很常吃 蛙粿因為我外公很喜歡 這好大塊喔 然後以前我們都吃副聖號 嗯 但後來因為太多人了啦 副聖號現在光光光太多了 哇 哇 這家離美術樂館很近 走到對面就到 很值得來一次 早這樣一晚喔 小豬是在地台南人嗎 算嗎 還是是偽台南人 從小長大應該算 喔應該是 台南人 對 那你國小念哪裡 勝利國小 勝利國小 很在地的一間國小 勝利國小 嗯 那你知道我國小在旁邊而已嗎 旁邊哪有國小 有啊 這邊有兩間啊 永福國小跟進學國小 因為我們家學區以前在這啊 後來在那 那你國中呢 後甲 我國中讀後甲 然後後來轉到光寡 光寡喔 喔都是東區的 對 太熱了 那我是在地中西區 我的國中也在旁邊 哈哈 哈哈哈哈 他全部都在這一區耶 對啊 所以是正在地了 趕緊吹一下 那小 搞定你小時候早餐都吃什麼 家裡會 喔家裡會煮 因為家裡會管比較遠 啊 那沒有吃這些很可惜耶 小時候其實不太 那一直外食 那我們小時候都外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幸福 我是長大以後才可以出去吃 然後連吃夜市也是 啊 因為小時候不能吃夜市會被罵 是假的 夜市是台南的精華耶 我是長大好像高中大學才開始吃夜市 哇 我平常都是 我高中的時候都是逛花園夜市 哇 還有大東夜市 我小時候花園好像還沒有開始 不不年紀了 好像我 國高中還有花園 可是花園離我這樣太遠了 真的很遠 對啊 小時候最愛吃的肉掌當早餐 你有吃過肉掌當早餐 對齁 不會很愛捆嗎 愛捆 吃完要好飽喔 不會啊 吃完上課剛好 你有可能喜歡的霸掌嗎 因為這附近沒有霸掌可以吃 你有推薦的嗎 推薦喔 因為我霸掌都是吃家裡包的霸掌 真的假的 好啦小時候我們家也是包霸掌 其實有一陣子我家住在中西區成功路上 然後那邊有一家叫流家漏眾 有聽過喔 流家漏眾 現在就是開在轉角 我小時候時候他是在那個 一個鐵皮屋裡頭 然後是一個阿嬤在賣 好然後他會賣很晚 賣到宵夜三四點之類的 好 阿嬤不用睡了嗎 我也不知道 像台南很多店很奇怪的是 他們都會開到很晚 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些 阿公阿嬤不用睡覺嗎 很擔心他們的身體耶 那我們要再下一家 好下一家 老闆謝謝 掰掰 先放一口袋 好 哇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點了什麼 開箱 開箱 只點了三顆 對兩個是豆皮的 然後一個花壽司 哇 看起來超大一份 很紮實的感覺 感覺吃一顆就會飽 米田是我小時候常吃的壽司店 你嗎 對小時候常吃 但他以前不在這 以前在中正路跟西門路上 感覺以前是舊舊的 對他以前 沒有沒有他以前是有冷血 但他以前是賣日本料流 後來只有純賣壽司外帶 那你知道他最厲害的是什麼嗎 平價大顆 不是不是不是 那是什麼 最厲害的是他那個豆皮壽司 那我先吃豆皮 好 那我最喜歡的是鮭魚卵那一個 你可以吃看看 他就是在嘴巴會一顆一顆爆開 好 給鏡頭看一下 哇 咬一口 很鮮欸 很鮮 很鮮 那你知道他的豆皮壽司 跟外鮮是有什麼不同嗎 不知道 因為他特別甜 我覺得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吃不出他特別甜 好 因為其他縣市的豆皮都不甜 呵呵呵 這是我蒸小時候吃的 很喜歡 我第一次吃這間 因為我家住附近 所以就常常就走路去吃 我印象中最喜歡 是那個放在茶壺蒸的湯 對對對 我也很喜歡那個 好 就小時候去日本料理餐廳一定要吃一份 真的 但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叫什麼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叫他 爹股湯 哦 都講台語 對 都講台語 爹股湯 很在地欸 老闆掰掰 謝謝 掰掰掰掰 我想要一份三色豆花 三色 對 然後內用 謝謝 謝謝 哇 先來幫豆花拍個網美照 老闆 請問三色是哪三個桶 三色就是巧克力鮮奶布丁 哦 解答了 他的外帶是用杯子裝 然後那個巧克力放在最下面 嗯 然後每次吃都最喜愛挖到最下面 覺得巧克力最好吃 小朋友感覺會最喜歡吃巧克力鮮 對 我喜歡吃蛋的耶 最喜歡的留在最後吃 對 沒錯 那你吃便當的時候會把 如果是雞腿便當會雞腿一起啃嗎 會 我不會放到最後 因為會 最後就吃不下了 我啊 所以女生的話應該是同時吃 男生的話是留到最後吃 我一定留到最後再啃呢 男生都是你這樣啊 你知道我們今天吃都在這條路上嗎 是嗎 對 沒有彎到別的地方 太厲害了吧 一整條路 所以美術餌館走到這邊很方便 都是我小時候常吃的 但是好像 不見得都是那種什麼驚豔的美味 但是就是一個懷念的味道 可以啦 老味道 對對對對 你小時候你就給一個人吃完一碗嗎 可以啊可以 一個人一定要一碗嗎 沒有在分的 是 沒有在分 分 分就吃不到巧克力了 好 老闆謝謝 掰掰 掰掰 我想要一個 對 內用 謝謝 住外面好 這家是福祭肉丸 這家也是很大一份耶 很大一份 但這個是我到現在為止 都還會大概一個禮拜吃一次的店 是嗎 真的 然後 跟以前一樣嗎 一樣一樣 哇 他的肉塊很大塊很紮實耶 對 哇 好想要給我的鏡頭拍一下 這家店是老店 永福路上那邊還有另外一家 也是一模一樣的 老店他是不是百年了 不知道有沒有百年 但我媽媽說 這是他 小時候 我外婆小時候帶他來 然後 我小時候的時候他帶我來吃的 很好笑吧 一帶一帶一帶 對 那你知道南北肉丸有什麼不一樣嗎 是炸跟不炸嗎 喔 對 北部的是用那個寒基混 喔 然後南部是真的用那個 VA VA 就是那個 用米磨漿 喔 然後下去蒸 用VA 他這只能是軟軟的 喔對對對 所以他那個 才用米 軟軟的 如果用那個寒基混的話 就會 沒有辦法這個口感 我覺得他的醬料好像很厲害耶 吃起來很特別 你喜歡吃炸的還是吃真的 我喜歡吃中的 你喜歡吃真的 因為炸的有一點太燥了 喔 你呢 我第一次到新竹 然後吃那個肉圓 然後那個肉圓是用炸的 然後他會放那個竹筍 炸的好像都會放竹筍 然後我一吃 哇 這是肉圓 這根本是邪魔外套啊 呵呵呵 肉圓就是用蒸的啊 可是他們當地人好像很喜歡耶 用炸的肉圓嗎 喔 真的才是真的肉圓 呵呵 我好喜歡他裡面的肉圓 嗯 不是 不是油油膩膩的那種 嗯 而且他的皮是 放到嘴裡會自己化開的那種 喔 下面的皮 那你知道嗎 台人的乾麵灘跟北部的乾麵灘有什麼不一樣 是那個湯底不一樣嗎 不是不是 就不然是什麼 就是台人的乾麵是湯可以自取 就是不用錢 對 那邊的湯要錢 這邊的湯也是不用錢 要自取 嗯 南部的價格 喔對 南部的湯不用不用錢 嗯 很棒 那你幫你小白吃 好 下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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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下一定要化單 嗯 那個番茄切的那個 番茄切的那個 嗯 那邊因為太熱了 嗯 沒關係 那邊光很漂亮 呵呵呵 好 收縮一下 好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滴滴也是我阿嬤帶我 我外婆帶我媽媽 小時候來 然後我媽媽小時候帶我來吃的地方 就是這樣 呵呵呵 然後小時候我媽很喜歡點這個 番茄切盤 喔 嗯 你喜歡山醬嗎 可是因為我小時候不喜歡 薑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還好 所以我以前很討厭吃這個 幫她拍個形象照 這個影片也是台南特有的 嗯 我小時候還有另外一種吃法 什麼 就是 番茄加鹽巴 鹽巴 很意外吧 那你會番茄加梅子粉嗎 不會 不會 不會加梅子粉 加梅子粉太low了 加鹽巴真的很好吃 呵 我很喜歡你加梅子粉 哇 那其實台南的水果店還有 有兩種型態 嗯 因為一種型態是就是 賣冰 然後賣古早味紅茶 嗯 但它重點是它有賣鍋燒意麵 好特別喔 最出名就小豆豆 你有帶我去吃過 對 嗯 就在前面 在那邊 那個巷子的 對在那邊 但是它現在已經關了 就倒了 因為它疫情之後就收起來了 後面有一家叫嘉南 是弟弟的親戚開的 也是鍋燒意麵店 是嗎 嗯 沒吃過 它一家 叫做小茂屋 嗯 也是類似這種型態的果子 嗯 那間蠻有名的 那你喜歡吃鍋燒意麵嗎 超愛 你最推哪一家 嗯 好像叫林媽媽 是在很鄉下的一個台南 好像是在柳營附近 柳營 真的欸 林媽媽是還有放沙茶的鍋燒意麵 超級好吃 每次回台灣都要吃 那我小時候常吃的鍋燒意麵已經倒了 後來就吃那個 保安路上的 叫什麼 龍眼坊 龍眼坊 好有名的 是喔 它也是我小時候就有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它裡面有鋪一隻火燒蝦 炸的蝦子 然後就是那個 麵衣煲湯 很好吃 很像那個米糊 米糊 吸很多湯汁那種感覺 總吃 可是後來它那個火燒蝦就沒有了 然後我就沒有再去過 我記得現在很多人來台南玩 都會去吃那一間 果香裡面 好 老闆謝謝掰掰 超愛莉莉 哇沒有開 你看 鐵門是拉下來的 哇沒開 它明明Google上面寫 今天也有開 可是就突然休息了 哇 哇 吃不到包子了 那克林也是我小時候常吃的店 是喔 蔡克普希 然後路過都會買個兩顆 我小時候 好像是國小的戶外教學 也有去吃克林 喔 戶外教學吃克林 對 因為我們戶外教學就是 先來這邊吃個包子 然後再去逛孔廟 逛孔廟超弱的耶 小時候這些地方就是要去啊 台南人嘛 好 好像有道理了 對 這包很好看 好美喔 這邊拍照一定很好看 台南的光 中西區的包子很競爭耶 怎麼說 就很多很有名的店 就是克林還有 滿川 你知道滿川嗎 不知道 萬川號 也是賣包子 它是賣也是賣傳統 也是有賣那個碰片那種 還有一家叫大菜七 然後中西區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大同包子店 喔 你是不是很愛吃包子啊 很愛超愛 然後還有一家叫做成績 在成功路上 成績是我最常吃的 因為它就在我家對面 你已經破錄你家的位置給大家了 真的耶 哇這個光也太好了 回頭一下 大逆光 很厚多喔 喝果汁嗎 好 你想喝什麼 清爽的西瓜牛奶 好 那兩杯西瓜牛奶 來到一間我們兩個的愛店 清吉水果 我來過好幾次 你來過好幾次 恩赤 恩赤 但清吉其實不是我小時候來的店 你小時候去哪間 就是去弟弟 我也是 好 清吉好像在滿後來長大以後 我們才會來長大以後 對 我也喜歡吃水果 也喜歡吃他們的冰 他們的布丁 也要點 喔 那會選擇清吉是因為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還有拍照 清吉是好拍的店 我會帶客人這邊拍婚紗 真的喔 對 拍完這邊之後去對面的那個 諾夫米糕 走路能到是不是 就對面 今天沒開 我沒吃過諾夫米糕 你沒吃過 沒有 其實我也沒吃過 你都去拍照沒吃喔 只有上次帶香港客人來拍照 然後吃過一次 但我覺得不OK 不是不OK 就是 它不是台南人的米糕 比較文青 不是 它是有點像 荷葉米糕那種米糕 可是台南人的米糕應該是那種 就是白色米糕 然後淋滷汁 再魚松 還有小黃瓜 然後有時候會加一顆乳蛋跟貢丸那種的 你好口味喔 配四整湯 配四整湯 這種才是台南人的米糕 諾夫米糕不是台南人的米糕 不是很有印象 我只知道米糕是從一個杯子嗎 杯子喔 是一個鐵的那種杯子 喔 那個是清水那種 就是鐵罐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還有賣一些什麼 排骨酥湯那種 那是另外一種 以前我住在夏陵路上 住在那個 我的宵有兩家 一個就是夏陵米糕 就我剛剛講那個米糕 然後另外一個是阿福草羊肉 現在都還在 這兩家是我小時候的宵夜 還在大家就可以去打卡了 筆記 但這邊本來還有一家很有名的 叫正記蔥肉糊 在那個斜對角 但他搬走了 好吧 蔥油餅也是下午茶 下午茶 你會加蛋嗎 沒有加蛋 就是素的蔥油餅 對 蔥肉餅 裡面有包肉 然後有加蛋 在有一家是那個 夏陵路有一個廟口 夏陵蔥油餅 然後他是有加蛋 可是長大之後不喜歡 因為他油太重 他那個煎蛋不是煎蛋 那是炸蛋 喔 炸蛋 炸蛋 有些人很喜歡 然後還有一家叫 張記烙餅 在那個 南商門口 隔壁 路邊攤 那也是 老台人才會知道 他很特別 他是素的麵餅 然後刷一層那個 醬油膏 就很好吃 他現在好像搬家了 就是搬在隔壁有個店面 那小豬有回憶莊中的食物嗎 回憶的食物 一定有莉莉 因為莉莉是我爸爸小時候 他都會買兩份剉餅 水果剉餅 然後拿回家 我們四個人噴著吃 哇 還有剛剛那間包子店 這邊也是郭校的回憶 我們家有回憶的食物太多了 有回憶的食物太多了 你們家感覺很常外型 喔對啦 因為外面東西貪人 外面東西 尤其我們住中西區 這邊附近好吃得太多了 很方便 乾 很棒 喔 什麼來吃冰棒 剛剛小百去買的 我的是 鹹冰棒 沒有你鹹 它是蜜餞口味 他也吃甜的啦 我以為它是叫鹹冰棒 沒有沒有 它是蜜餞口味 我小時候最喜歡吃檸檬跟牛奶 我小時候一隻才七塊錢 現在幾塊 二十四 差很多 很好吃耶 嗯 這個是 我家冰箱永遠不會少的東西 就是 什麼口味沒有了就會補漆 好多蜜餞喔 是真 真吃東西 是來拍照的 對 確實 它西瓜牛奶好好喝喔 花板還有去吃夏家 但是它已經打烊了 它五點就打烊了 它還不知道 對 而且就在對面 好可惜喔 硬生生看它打烊 我要 吃不到 好吧 下次 魚麵其實我比較少吃 但我喜歡那個魚側湯 感覺你魚側是不是會炸過 沒有沒有 魚側沒有炸過 它就是 魚打成泥 然後 做成像書本一側一側的 然後裡面會加芹菜 但其實夏家我沒有吃過 小時候都吃卓家 可是卓家 已經 沒有開了 怎麼你小時候吃過很多天都沒開 其實卓家很有名 但是它因為 觀光客可能太多 然後 有點忙不太過來了 會想吃魚麵 因為這個魚麵也是台南才會有的 好吧 我們下次再去吃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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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的很熟耶 本來還想去吃 鮮魚麵可是太沉了 放棄 今天都一路吃好多 但鮮魚麵也是台南經典的 對啊 都吃哪一家 我都吃城邊 好 城邊 因為在我家附近 沒錯 鮮魚麵你都吃哪一家 皇家 皇家 在明泉路嗎 還是明深路口 明泉路口 好多海事 大家自己去Google 但後來長大的時候再去吃一日 發現哇 它超甜 是嗎 福晉它比較沒有那麼甜 因為它有加醋 但我們 我也蠻喜歡城邊的 那今天聲音很好 它以前很便宜 現在漲價漲超多 對 它現在漲價漲超多 對 但是它的料也是很多 可能是因為鮮魚變貴 哦 太陽工作到好晚 那我們要怎麼結束 好 我想好 好 來台南既可以拍照 也可以吃吃吃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集 掰掰 喔 黑白木 唉 太陽工作了